有那個智慧製造業 有一些承軟業還有沒有還沒想到的電子商務部分的 電子業工程師等等的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大部分好像都偏重在可能跟製造業跟那個金融業也有這種需求因為現在金融 金管會推那個fintech 3.0就是什麼fintech是 反正就是 也是想要導入啦所以很多像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他們也慢慢把像VBA跟Python跟R列為他們面試要進去的一個門檻 所以很多慢慢各行各業也會有這種需求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門課程大家的程度如何 那可以看到呢占最大的比比例的是大概進階的就是至少他有一定的基本程度 另外的話呢有36%等於是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學入門 會一些基本的 那如果你選這個 這個等級的同學啊你當然也要有點心理準備啦就是說你可能要花比別人更多的時間 那我會在雲端上面會放蠻多的後續啊你可以延伸學習的東西啊所以 要不就如果你不要跟不上同學啊你就記得 回家一定要多練習 那聽不懂的話呢我會把影片錄下來反正反覆觀看吧 所以有時候我一下子講得太快喔 聽不下來的話那你一下聽不太懂沒有關係 你就是回去再多花一點時間我想應該跟上有沒有問題 但是 剩下來就是你要自己再去發揮啊再再來的話就高階反正大概兩層同學 那我發現這邊很多同學以前也學過像App啦 像PHP啊 甚至是其他的課程喔 所以有這種經驗當然更好 因為你學起來的話 很多都是相同的 另外你也可以 把Python跟 其他的語言可以做結合 那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目前當然是一個 在台灣也許 算是一個萌芽階段吧 所以 如果你比別人 早一步的話 那基本上機會就是你的 因為很多職場上 說真的 新陳代謝嘛 慢慢會有新的 技能需求 就會有新的工作 工作出現 那你如果比人家早一步你就是 進去的話你等於將來就遠老了 因為 你進去啦像我很久以前我記得我剛入門的時候 我一進去發現 我的同事呢 一進去我想說我應該要醉菜嘛 結果我問旁邊同事 同事說你來多久他說我來一個月 你來幾個月 來三個月 來半年已經算最資深了 半年喔 我們科長半年 然後我過了半年之後我發現我已經很資深了 因為身邊的人都比我菜 OK 不過那個時候是因為也是一樣新的技術 新的技術呢 很多人都不會 不會的話呢 其實就很吃香 因為像 最早我那時候我接那個 早期是從VB開始啦 所以我 寫VB、VBA 還有ASP 超過20年的時間了 那時候呢第一個案子 就是接那個 就是現在世界先進半導體廠 現在已經也是台積電的 那個也是 台積電的公司了 是世界先進半導體廠 那時候其實 剛開始 那個技術大家也都不會 其實說真的我剛開始接 他們接到之後 我對那個 什麼叫ASP 其實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但是呢 公司 就把那個案子接過來就丟給我 所以那時候其實我發現很多東西真的是邊學 邊用 邊解決問題 真的有個地方 說真的你自己根本也不完全 完全了解 因為那個技術呢 還正在發展當中 就像說現在的Python也是一樣 他其實還在 在發展 所以他的版本更新非常的快 像我們之前學的說3.61 3.62 現在已經3.7了 所以他一直不斷在改變啦 那當然你就是 有個心態就是你不斷要保持學習 OK 那這很重要 現在來看 希望上課以哪部分為主 最多的是 那個Python的檔案處理 跟資料庫處理 這部分也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其實你說會很困難嗎 如果我把Python跟以前 Java或者VB或者是其他語言比起來的話 其實Python的那個檔案處理能力 其實已經很強 而且程式非常非常的簡短 非常非常好理解 有的時候只要一行兩行 就可以把檔案讀進來了 然後寫出去也是一行兩行就可以搞定了 哇真的太太好了 而且 該記的東西太少了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Python在檔案處理 應該是目前我寫過的語言裡面算是冠軍了 那資料庫處理呢也是類似的概念 我想 以前寫VBA已經夠簡單了 Python比他還更簡單 但是 簡單歸簡單 資料庫你還是要學SEQL 他其實跟資料庫溝通還是要SEQL語法 所以以前 我們用過的那個SEQL語法全部都可以帶進來 而且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一模一樣 只是說呢主要的語言 改成用Python來寫 概念都一樣喔 包含就是連接資料庫的Connection 你問VBA問其他語言一定是Connection 再來一定會產生一個 在VBA裡面 叫RecordSet 在Java裡面叫RecordResult 然後在 Python裡面叫科蛇 反正在App裡面也叫科蛇 其實概念都一樣喔 只是說呢他用的名稱 物件的名稱不一樣 所以很容易讓人家混淆他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實際上是一一模一樣的東西 接下來你就是跑個回圈把資料撈出來 繡出來 就搞定了 OK 概念都一樣喔 對我來說邏輯啊 概念都一樣 只是說 語法換一下 就有點像你現在講國語 你 突然你對 老一輩人要講台語的時候 你就要馬上能夠翻譯 對喔 如果突然看外國 你就要講英文 OK 就是說你只是語言上的翻譯 但最後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其他第1個 第1名大家最想學的 OK 那當然這個也是 比重可以 佔比較高的 那我們第1堂課當然是先了解大家想學習什麼 再調整我們的上課的內容 我覺得比較 符合大家的期待 好不然的話我總不能說自己就是 自己想上什麼就一直上那個部分 我熟的我就一直上那我不熟的我就通通不要上 好但不行 好但我還是會 花比較多時間是準備喔 你會發現這準備教材準備上個真的是 太花時間了 有的時候台上真的好可能才講10分鐘 台下可能花了我100分鐘 以上啦我舉例啦 不過其實當然最重要還是一個熱情跟興趣啦 好所以如果你學習這個東西啊你第一個千萬不要想說這個能夠 為你賺多少錢 而是你要想說這個的樂趣在哪裡 這比較重要 不然的話你只是想要 想說這個能不能賺到錢喔 可能會 學習會有點患得患失啦 OK樂趣比較重要 那後面的東西我覺得都是 叫什麼水到渠成吧 所以我一直 強調一點很多東西是 慢慢就會有了 你不要說你你就是只是為什麼我學這麼久了還什麼都沒有 那表示你可能還學不夠久吧 對不對 我不是說 這東西怎麼說其實我很多東西學習啊很多像 我一直以來的發展 比如說人家找我上課 真的都是被動的 我到目前為止 我比較頭痛問題並不是 有沒有課有沒有工作問題 我現在比較頭痛問題是我現在課太多 要把它推掉了 太多了每天就會有人找我 老師你要不要來我們這邊 幫我們上課幹嘛的 然後看一下 很抱歉不行 時間沒辦法配合 好像已經有這種問題了 那 當然不是說他的薪資啊 終點給太低啦 是因為已經都滿了 那我也不想說把自己 逼得那麼緊 所有時間都拿來上課 總要有些空檔時間 那勞大 禮拜六其實是已經 算是極限了 本來是下午還有 現在盡量是把下午也把他排 排開了 其實本來一直想說早上也把他想要把他排掉 但後來想一想 看到那個 很多同學的那個 陰陰期盼 所以好吧 那就 那當然有一種 樂趣啦 不然你說 有人會說 那 這邊 終點 算了 不要講這個 這其實 不是很重要 有的時候其實說 你為什麼 還願意 其實有的東西不是說你只是 為了 那麼 是有一點情感因素啦 你看我在這邊已經交了 差不多快20年的 對不對 那當然有些東西不能用那種 金錢來衡量 不然的話很多東西就 失去的那個味道了 對不對 OK 所以 你要想說你要追尋什麼東西啦 你 即便你給我很高的終點費 有時候還不見得要去啊 如果你可以這樣跟對方講的話 那你真的就 對 之前就遇過 某家證券公司 那家那個經理就跟我講說 老師我們要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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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 你找別人好了 不過他過了大概 幾個禮拜吧 又跟我講 老師 你要上什麼都可以 你只要願意來上課就可以了 好吧那你就這樣講了 我就答應你了 他 到企業裡面他開的終點費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誘人 喔 非常非常非常喔 對不對 如果 但是問題是他要的東西也是很高啦 啊 不過其實如果你的label到那裏 當然你 不用有什麼好害怕的 反正就是 不過前提是你要 夠 夠到那個份量 你才有辦法拿到那個 那個薪資啦 所以我覺得你要先想想看 你有沒有幾斤幾斤 不然的話就像網路那些酸民 每個都專家 酸就是專家 但你就要 那你來好了 每個閉嘴 對不對 他講太多閒話 再來的話呢 把Python拿來當那個 爬蟲 這也是重點 不過這個可能要心理準備喔 越後面的越困難 也就是 前面的鋪陳都是為了後面做準備 對 也就是說呢 你前面都沒學好後面你更不用講 所以 按部就班了 然後面當然就是說其實 像那個證照考試裡面喔 基本上只有考到檔案處理 沒有考到資料庫處理 剛剛講那張證照 資料庫沒有 為什麼 因為 可能 這個資料庫又是下一階段 而且他可以另外再開一個 一張證照是有關Python跟資料庫 也可以獨立一張 另外的話 Python跟爬蟲 也可以另外獨立出一張證照 因為那又是不同的專業 如果是以職場上來看 可能還可以劃分工作 你前面的後面的 對 可是實際上說真的 也很難這樣劃分 最好你什麼都會 什麼都懂 是最好的 那我們後面也會提供給各位一些方向 但是你要有心理準備說 如果 網頁 網路爬蟲你可能要具備有幾項能力 第一個 你可能對網頁要很清楚 網頁裡面有什麼呢 HTML語言 你會不會 CSS 你有沒有概念 JavaScript 你有沒有概念 如果你沒有這些概念的話 你要抓資料 就會是問題 因為上面 全部都是 HTML的那個 標籤語法 很多人就 看不懂 你怎麼抓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有時間 想要把這些學好的話 那有些本質技能啦 我可能沒辦法講那麼清楚 會講 但是可能不會講 那剩下你可能就要花時間了 這可能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自己可能就幫他們Google一下 要不然就是找些書籍再來看一下 另外的話呢 可能因為他是在Server端 所以你可能 以前如果沒有架設過像PHP的 或者像什麼ASP DANET ASP這些東西的話 那可能 也可以再花一點時間 因為之前我們開過 PHP的課 同學學得不錯啦 另外的話呢 還有像什麼 我之前也開過C-Sharp ASP.NET 以前也交過ASP 那這些東西呢 如果你都有概念的話 那更好 不然的話也是會有問題 說那個東西 他那個Server為什麼是這樣子 你就會 會比較confused 如果你懂 原來他是丟過來給你什麼東西 會有什麼PostGate 如果PostGate都懂的話 那其實就很好 理解了 如果不太懂 那你可能就花一點時間吧 再不然的話很簡單啊 我的那個 部落格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東西啦 YouTube影片上面也有很多 我YouTube頻道上面好幾萬個影片 以前教過的東西 都在YouTube頻道上有 所以我剛剛講的東西 如果你想知道 請你到那個我的頻道上面去找找吧 不過他不可能給你非常 不可能給你玩玩真正有系統的東西 但至少足夠了 至少你概念反正就聽嘛 聽嘛聽久了 就耳如木蘭慢慢就有概念 人家講什麼就 我知道 吳老師有講過 所以 蠻有趣一點 因為這樣關係啦 在外面好像 比較容易被人家認識 像去那參加研習很多 有老師不知道我呢 那老師說 不知道 那個吳清霍老師啊 吳老師啊 你不知道嗎 他可能不是這個領域的就不知道 所以 所以你要讓人家知道的話 可能有一些方法啦 其他的話像網路上 用VBA可以抓 不過顯然好像同學比較有興趣是用Python 但兩者我覺得沒有差異啦 反正可以抓了下來就好了 只是說最後放到哪裡 兩邊是相通的嘛 其他的話有這個VBA 跟Python之間的差異點 那我也會帶幾個範例吧 比如一樣的東西 兩邊怎麼寫怎麼改 我改來改又發現好像都差不多耶 只是說你要知道怎麼轉換 最好我覺得啊就是真的 厲害的人真的不管哪個語言都可以 你講國語講台語講客語講英語 馬上一上台馬上就可以 哇很溜了 那這就厲害了 不過就是要訓練啦 也就是你能夠到哪個 那個那個工作為什麼會給你就是只有你 沒有別人了 OK那你要具備有東西太多了 那為什麼你 能夠具備有這樣的能力啊 都沒有 天上掉下來不可能一天 一朝一夕馬上你就變會了 你就不斷練習嘛 就這樣而已 OK然後其他的話 這樣Python怎麼樣去處理 Excel的問題 OK後面我們 也許再來 針對大家的那個需求 再慢慢延遲 當然還有更多 這門客其實可以講的 其實是非常的多 只是說呢 而且雲端上有很多 已經有放上去的資源 所以如果有興趣同學回去可以先看過 那除此之外的話 相關的參考書 也許可以 最好也是自己再去把它買到 那再來的話有關那個 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大部分同學都是自己想要多學一點 盡量注意 學習的那個熱情 還有興趣啦 我覺得比較重要一點點 那還有不斷去找問題 然後不斷去練習 這一點我覺得 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話 那未來應該 就可以 讓你的那個 學習會更加的有趣 那接下來的話呢 那不免俗的啦 其實 就是 講師介紹 我想大部分同學都認識 我剛剛提過 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話 你找Google吳老師 第一個就我的教學部落格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的教學頻道 那我的教學部落格 跟教學頻道 至少有十幾年 的歷史 所以呢 在YouTube好了 YouTube上面 最早的影片 是2006年 所以在2006年那時候呢 已經有影片 我上課東西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 2006年到現在12年了 OK 所以12年前的影片 你可以看一下 可能 是會有不一樣的 聲音啊 表達 還有各方面的 其實也都不一樣 不過你可以看到 其實 老師也是需要進步的 老師如果沒有進步的話 你們也不太可能 跟 一直跟我 我上課 所以很多東西 其實還是不斷要 要進步 累積的 所以我發現 真的要當老師 也不太容易 如果你一直都停 在那裡 我看一些 勞大的同事 也是一樣 我看有些人 其實真的 慢慢停在那個位置 停住了 因為他好像沒有一些新的東西 那當然自然而然 他就會 慢慢 可能在選 選課上面就表現得出來了 偶爾我會看一下 其他那個也是本來都 選課 一下就滿了 老師 就 沒有那麼快 那為什麼 我也沒有答案 我也沒有答案 我只是猜測而已 我一次有些老師 會有些同學會跟我 討論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 就是說有一些 這個特點 我覺得可能 第一個 我的習慣就是 反正我上課一定會錄影 不過好像也不是只有我錄影 其他老師也有錄影 那第二個可能是 還有什麼 是我的 長得比較帥嗎 有沒有 這不是 可能 其他吧 反正這我想 就是自己可以去推敲 那當然如果你課程要受歡迎 一定有原因的 還有呢 我其實也會 寫一些部落格文 不過也許 整理一些重點 另外的話呢 像同學 即便是 學完之後 也還是會收到我部落格的一些文章 那就是會不斷的在更新一些東西 會主動的記 OK 但這裡面不是商業行為 這只是說 你最近都沒有學習了 所以你說到你會講 對我好像應該 還要再學點新東西 那目前的話 當然 教學經驗其實算豐富啦 各種語言其實都涉獵 而且其實對我來說 真的 不是 我覺得 可能會有個長處 就是 對語言 好像真的 從以前到現在就看到 就覺得真的是 不是困難的事情 寫程式 寫程式好像突然間 花的力氣會比較少 所以後來發現說 我其實以前教的課程 非常所有電腦課都教過 但最後 專精 全力在這 之前還教 AutoCare Sallyworks 那些 那些東西 不過 最近現在 就沒有在教了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我發現 我教這個東西 第一個 我覺得 我可以表現得不錯 第二個 其他老師教的東西 好像沒有我來的 那麼的容易 因為我覺得我花力氣真的 也是不少 但是 可以不用那麼多 所以你可能要找到 自己 有沒有一項 事情 是你可以花很少力氣 可是卻可以有比較多的收穫 那你可以再多花一點時間 站在上面 OK 那你千萬不要跟我講說 你那個 你 最簡單就是每天買樂透 對 花最少力氣 但不一定會中獎啦 對不對 你要想說你要花最少力氣 但是 你要真的能夠有收穫的東西 所以像我就不買樂透 因為我知道那是有 有那個運氣成分的 所以這種事情有做就會有啦 OK 那其他的話當然在 東吳 文化啦 智強啊一堆地方喔 然後也都有授課 那還有在大專院校啦 那另外還有就是 那個 學校單位有找我當夜師 像我剛剛講 推掉了 有一些單 學校單位喔 不過 下下學期 可能會到中央大 中央大學吧 幫他們也是開 Python的課程 那 曾經有創業經驗 五年的創業經驗 拿了一個金鋒獎 結出創業楷模 那表示說有一點小成就 另外的話呢 TVBS採訪過我 在原子大學 然後聯合報 也採訪過我 那會寫了一篇專文 那 也拿了一些獎項 那志強工業基金會給的 叫卓越 貢獻教師 文化大學推訪部也給我一個 叫優良教師的獎項 這趨勢先鋒 不知道為什麼搬這獎給我 那另外的話 我的證照的話 也大概有二三十來張 最近又拿了一個 這個 Python 3的證照 那這個證照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們其實可以上那個 就是 TQC Plus的官網 那網址其實還蠻好記的 TQC Plus Plus TQC加 那裡面的話呢 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 TQC加Plus 它裡面的話有一張是 軟體設計 領域的 那其實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 程式設計 Python 3喔 那 這個Python 3跟 基礎程式語言 的差別是 他把它拆成兩個 就是 基礎程式語言 考的題目呢 其實只有五題 OK 那五題其實就是跟剛剛 我剛剛不是給各位一到九類嗎 一到九類裡面的一到五類 如果你只想準備 或者你只是想要拿一張證照 至少你將來 比如說想要從事這相關工作 你至少可以有一張證照的話 那不然你就準備一個基礎 因為是比較相對的簡單多了 因為裡面的話 只需要準備五十題就可以了 五十題把它練熟 然後呢他考五題 你在 一個小時內 拿到七十分鐘 他就會給你一張證照 OK目前當然哪通過人應該不多啦 所以其實基本上呢 如果你欠缺一些 專業的佐證的話 其實不妨可以 想想看 反正準備這個我想這個 看個人 那你說證照到底有沒有用 那我不評論 不過我覺得 至少他是第三番公證單位發的 東西啦 基本上他沒有 保證說你考過一定是 100分 但至少你有個70分 我想應該沒問題 所以基本上在 HR 人力的那個 資源 他在審核的時候啦 當你完全沒有資格 沒有任何的 佐證的情況下 或者你也非相關科系畢業的 的話 那你要怎麼證明是你是OK的啦 我是覺得啦 姑且不論說 到底你花這個錢值不值得啦 不過我覺得 有的時候呢 過程 永遠 永遠比那個 這個結果來的更重要 因為 你自己曾經經歷過啦 而且說真的啦 你要 做到那個考場裡面 然後呢 考官拿那個 試題給你的那一瞬間 開始作答你的緊張情緒 是完全是沒有辦法 可以用言語來形容的 然後你要考過喔 OK 考試過程當中你要不能吐嘴喔 這應該是不是太容易 然後你要考過 而且要拿到70分以上 那我覺得過程應該是比較重要的 而且很多人 像我 甚至都有想過說 我幹嘛那麼無聊 那麻煩 我要去跑去考那個試 還要跑到中 中原大學 那考過又如何呢 不過我覺得 那就是一個過程 你一定要經過 否則的話呢 可能我就不敢講 而且我已經跟大家 預告說我要去考試了 對不對 那如果都沒去 突然同學問說 老師你考了怎麼樣 不知道怎麼回答了 OK 所以其實 過程啦 當然 以後如果 大家有 對這個有沒有興趣 那另外 如果有興趣 你們可以再提出來 可以再多 把這部分 做說明 OK 其他的話 我的YouTube頻道 那我的YouTube頻道 目前訂閱人數 已經23K了 跟那個行政院公佈的最低薪資 一樣的 所以 其實 差不多啦 一直把22K嘛 那 訂閱人數代表什麼 其實沒有代表什麼 那你說他會每月給我錢 也會 廣告費 但那不是很大一筆 可是足夠我出國遊樂 還不錯啦 但至少就是說 這些都是無心插流的 我剛剛講一個概念 水 水到渠成 就是說 你會有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 你要先準備好 而且呢 準備 到 比人家還要多 其實大部分 裡面的因素都是 興趣 跟一個熱情 OK 就像我在勞大這邊開課一樣 其實有時候也是 不是只是為了 什麼因素而來的 其他的話 每年當然也都會有 拿到那個 一些 獎金 這個獎金當然 我們班上有同學也有 那個 烏大哥也有 他最近好像 又再去領了嗎 還沒 因為 那個廣告 貨益 其實也不容易 但是就是 網紅 網紅每個月都會 都會給一些 給一些 所以我發現現在 當網紅的人還蠻多的 而且吃喝玩樂的 那種頻道一堆 但我看一下 他真的做的超級 就認真的 但訂閱人數呢 大概就是幾千個 要幾萬幾十萬的 好像不太多 對不對 所以 你看我的訂閱人數 但你要特別注意 我不是網紅 我也不搞笑 而且做的東西 也不是很 大眾化的東西 因為我這樣訂閱人數 我就已經非常欣慰了 不過其實主要 我並不是為了訂閱 其實主要是找 其實因為為了要 大家同學 複習方便 所以會上傳影片 OK 所以這個當然 其他 其他就是 認證中心的找我 剛剛講過 審題命題也找過 之前的VB 的課 這部分 再來的話 最後就是 講到參考書目 上課我們會有一本 那個 叫 Python的初學特訓班 這本書的話 其實內容蠻多的 但是 基本上 裡面還有影片 但我 我會參考他的 範例 但是不完全一樣 會用我自己習慣的方式表現 OK 那其他的話 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 要 來看一下有關那個 Python 其實 Python的設計哲學 反正就是真的 優雅 明確 簡單 如果跟 Java C加C比的話 其實真的就簡單太多 不拖泥帶水 很直覺 那所以呢 他是比較偏 重在 高階的 OK 那像 這個C加加跟C就相對比較低階了 能做的事情當然就不一樣 所以也許 這兩者之間 不是互相取 取代了 互相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會 接著來 看那個後面部分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 待會 就要 進到那個 第一階段 如何建置那個 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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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